凤林镇复兴节定装造7号上午在凤林镇公所前举行 12位模范父亲在镇长肖文龙及镇名代表会的主席林建平陪头之下 一起接受里长和家人祝贺 镇长肖文龙也说这次有很多受表扬的父亲是家庭为社会贡献良多 也呼吁长者要多注意身体健康 接受大家祝贺 凤林镇公所7号上午举办了父亲节定装造表扬各里所选出的12位模范父亲 感谢父亲们平日无私无悔奉献之精神 以及为家庭为社会无所求的付出 也让社会更和谐进步 在镇长肖文龙以及镇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的陪头下合照 今天我们是先造团体造 那今年也比较特殊 有些都是过去年对我们地方照顾相当多的劳股空高的长辈 那也有以前的老里长 做了十几届的里长 那个李如球 现在高硕已经95岁 身体还很健康 也候选了里上的模范父亲 那今年我们代表我们凤林镇的 是我们凤林镇公所习秘书的爸爸 他一辈子为地方牺牲奉献 他一辈子为地方牺牲奉献 他一辈子为人相当和平 他对我们子女们都相当的教育 都相当的照顾 所以他们的子女每一位都相当有成就 所以是代表我们凤林镇到花蓮县政府去接受表扬 今天所有的模范父亲 每一位在地方上都是相当有成就 是可以说堪称我们地方上的改模 肖文龙说 父亲肩膀上的重担与责任很重 还要成为妻儿的避风港 外出辛勤工作 回家照顾妻小 让子女长大后出社会都有出席 很不简单 十二位的模范父亲 都是经由里长们所推举 每一位父亲在家里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关怀者的角色 希望在表扬的那一天 让严肃的父亲可以充分感受到子女的关怀 尊敬家庭的温馨气氛 凤林赞不赞? 赞!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 告别允访您的可能性费用 您知道您的心宝宝贵雪儿的解决